一个六十四年属龙的,她的事业。 六十四年属龙的是吧? 啊,对,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终于大疯了。 男的女的啊? 男的。 哎哟。 她说什么都不错。 不好啊,不好啊。 她现在免疫系统出毛病了,肝也不舒服啊。 那个肾脏,肾脏也不好啊。 那怎么办,师父? 怎么办? 你去问问她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 是阿叶太重啊。 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都有报应期的, 她的报应期到了,你不知道啊。 她现在是事业一塌糊涂,师父。 不是事业的问题了,她的身体也一塌糊涂啊。 明白了吗? 她糊涂。 你自己问问她, 你自己问问她看她, 她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 她想到你就哭不了。 还要我讲啊, 她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杀业的事情, 她自己还有什么话好讲啊? 你替她背啊, 你哭得了这个样子啊。 你救得了她吧, 她过去好的时候, 她生意做得好的时候, 你劝她,她会听不了。 你告诉我呀。 现在应该怎么办,师父? 念经了, 只有靠菩萨念经了。 没有了, 除了念经还是念经。 要求菩萨保佑, 那么就许愿放生念经, 这三大法宝呀。 她要多少上下方式,师父? 我可以告诉你, 非常倒霉的她。 她很多的官她都过不来。 嗯。 对,对,师父讲得没错。 嗯,真的。 告诉你, 怎么办? 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我告诉你。 对, 在她, 在这里, 靠她一个人做。 靠她一个人做? 靠她一个人做, 这就是问题的呀。 那自己们又不好好努力, 你们们就是, 唉。 多求求菩萨吧, 你自己, 自己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一些东西可以变卖的呀。 你们要经过一个, 非常痛苦的时间, 要卖, 要卖到, 卖掉一些物业, 听得懂吧? 那, 那师父, 帮我们很感知病家, 要不要卖掉。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说要不要卖掉了。 因为你这个官, 如果不卖物业, 你过不去, 听不懂啊。 明白。 师父, 帮我看佛台。 这四年俗龙的, 菩萨有来吗? 菩萨都没来, 怪不得的。 菩萨没来。 你们家里, 到底烧什么东西呀? 平时还吃荤的? 我, 我和他都是吃素了些, 只有他的妈妈吃荤的。 跟你们住在一起? 对, 我只有打包给他吃。 哎呦, 麻烦。 就是他妈妈, 他妈妈这个命, 非常硬, 要克人的。 对, 对。 他妈妈不但克你啊, 还克儿子啊。 我现在看到他妈妈, 你们家里, 全是那种红肉啊, 非常糟糕的。 就是那种红肉啊, 哎呦, 像烧那种BBQ肉一样的。 吓, 吓死人了。 喂, 听得懂吗? 师父, 该怎么办? 你也往生走啊? 好。 不要去帮他妈求了。 没有, 我不敢跟他妈妈求了。 你求了, 你没有能量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个人的业障自己背了。 对,师父。 她妈妈现在就影响她孩子的生意啊, 听不懂啊? 对,现在, 她妈妈女儿又不要她。 我们做子女, 我做媳妇, 我不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很简单了。 你随缘分就好了嘛。 随这个缘分嘛, 对不对啊? 对。 她不好, 你不要去理她, 但是, 该尽的孝, 你还是要尽孝的嘛。 对不对啊? 我只有尽个孝。 但是你要跟菩萨讲的啊, 你说她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把她名字爆出来, 你马上就不会天天哭哭啼啼了。 你在这样的话, 你们家都要崩溃了。 听得懂吗? 师父, 现在她跟她朋友做这个生意, 可不可以? 现在没什么好生意。 1964年俗龙。 不行啊, 现在不好。 各方面都不好。 叫她好好求菩萨吧, 求一个生意吧。 好吧? 求一个生意, 好,师父。 让她还是靠自己, 靠自己吧。 千万不要搞那种投机取巧的生意, 你会害了她的。 已经害了好多次了, 师父。 麻烦了。 还好了, 当心点了, 没卖老婆就好了。 你再这样下去, 怎么卖老婆了, 我跟你讲。 师父, 该怎么办? 好好的念经了, 求菩萨了。 我告诉你, 任何老公糊涂, 自己苦的话, 就是因为菩萨不来啊。 菩萨不来的话, 家里必定有业障啊。 明白了吗? 那我现在要 重新开光过吗? 还是什么, 再求。 你求呀, 求菩萨来嘛就好了。 你重新开光也可以的呀。 你开光不是你给菩萨开光, 你是把菩萨请过来, 听得懂吗? 明白。 你也108张小房子啊。 108张是家里的药金者, 对吗? 不是家里的药金者, 你, 你老公49张, 你自己的药金者49张, 其他的剩下来给家里。 好的。 好的。 好吗? 你要是再,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你, 你这个命就完蛋了, 我告诉你, 你这命苦命鬼。 明白。 真的, 你一辈子就眼泪泡泡吧? 真的。 根本不能, 不能活了。 是啊, 你要记住了, 不能活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现在, 现在这个世界, 你看看这么多的天灾, 你说说看, 有几个人能够活得好的, 你自己要坚强一点, 为了孩子也得活啊, 听得懂吗? 我也对。 啊, 你不能, 不能这么自私的, 求菩萨, 饭总有吃啊。 再说自己家里还有一点物业, 就可以卖卖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家里, 家里这个, 这个, 有的, 有的长辈是来讨债的, 你不知道啊? 不怕你们, 好了好了, 别再哭了。 哭了也不会好啊, 你年纪才会好, 你哭了也怎么用了? 明白。 好了好了, 就这样了, 再见。